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不分開放 是電線討論平台 我們現在進行一輯直播 我是餘陽 身邊有學會社玄普聯合會 高銘博先生 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是我們的常客 他的言論也很忠肯 今天你有什麼跟大家說說 是不是有關海一居圍繞住 希望事件處理得更加好 我們今天用普通話來說 為什麼用普通話呢 因為最近澳門來很多 我們國內的朋友 最近也接觸我們這個業主員合會一些人 既然你想接觸我們的事情 我就用普通話講出來 給你們更了解我們一些細節 這樣會好一點 不要你們在這個 後面再這樣了解的話也是很累 那說來說去還是說海一居的 我們從來沒有說別的 那這個海一居是 到目前來說是 崔政府 2009年上台的 最失敗的一個 事件 也是一個人禍的事件 那麼現在最近 在社會上 在社會上 對這個收集這個海一居這個 政府這個爛攤子的這個自販房 一些都市更新的 原都市更新的這幫人 還有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這幫人 對最近法務司法務局 匆匆忙忙的推出 另外一個都市更新的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叫諮詢 那個 諮詢 那麼他們對 他們這個匆匆忙忙的出來 在同時產生 雙胞胎的這麼一個事件 給全世界 給所有的人 啼笑皆非 因為把這個崔政府 這個權威都已經 那個影響的很大 損害著 那麼所以說呢 你這個匆匆忙忙的 快要離任了 匆匆忙忙又來了一個這個 都市更新的這麼一個 所謂的諮詢的話 把原來的都市更新委員會 這幫人把它弄掉了 那這個會給人家感覺 這個政府是沒有 呃 誠訊的 那麼 很明顯 他是想做一些事情 匆匆忙忙的推出來 想把這個 其實他現在不是 關心整個澳門的怎麼建設 怎麼改造 他現在最關心的是 怎麼收集他這個 海域區這個爛攤子 是吧 那麼我們 就是說 你這個 呃 法務司 法務局 跟這個公務局 那現在少了一個公務司 那公務司 是原來的這個 都市更新的這個 委員會的一個主席 那你現在所有的把它 又分開 用 法務司主導的 法務局 跟公務局 來搞另外一套方案出來呢 那這個明顯給人家 就是說你 崔政府裡面 很分發的 因為羅斯長作為主席 對 他說他沒看過這個資訊文本 那這個直接就影響 這個崔政府的一個權威了 是吧 也給人家感覺 你這個政府都是亂來的 所以說呢 你這個法務司呢 你現在啊 千萬不要再搞這麼多事情 給這個我們現在這個 啊 第五屆的這個 那個特區政府啊 有好的一個 製造一個好的條件 創造一個好的條件 創造一些氛圍 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不要說匆匆忙忙呢 亂開空投資票呢 一直一直推出來的話呢 也這個 第五屆這個合作所啊 搞出一些很多障礙 搞一些很困難的事情給他 以後呢 這個很難解決問題 有吧 這個是我們 就是不想他現在匆匆忙忙搞這些東西 現在這個P地段呢 那有些人就建議 儘量用了它 就是包括拿來就是 建一些社會經濟這樣的房屋啊 有些就繼續做那個支援房 另外有些認為這樣使用這個地呢 就似乎就不合法的喔 因為他這個呢 現在我就看到上次看到這個 都市更新的這個 有一個人說的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一個人 其中一個人說 他說我們很幸運的 收到這個海域這塊P地段 我們好好利用 那麼就意味說這塊土地就是我 本來就是我們的 本來就是保利達的 它原來有兩家 有兩個工廠在那裡 是吧 那為什麼現在 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就是說 所以說 崔政府崔市安 它 扭出來的貨 就是因為它沒有說清楚 也 我們阿門市民說清楚 為什麼把這塊土地收回來 是因為這塊土地之前是怎麼樣 現在又怎麼樣 它現在一刀切 就是25年就把它收回來 就不講什麼原因 所以說你這個就是很糊塗的一個事情啊 崔市 發展商和政府還有一個案件在那裡 看來呢 在回歸20周年的紀念日到之前呢 那個案都審不及的了 就算它可以審出來啊 人家也會上訴嘛 那這個上訴還是在拖嘛 對不對 還有現在主要就是說 你們這些都根會的 這個那個程規會的 你們要清楚 這塊土地你說很寶貴的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 是吧 那這塊土地呢 現在也不是說 一塊是平平穩穩的一塊地 它裡面主要是已經保利大 按照保利大 我們原來的土址 去那個已經打了一些樁 已經基本上已經打好了 你現在如果要重新來規劃什麼 什麼什麼公共設施啊 還有搞一些什麼 資本法啊 不是這麼簡單的 是吧 所以說你在技術上層面呢 裡面也要清楚 還有我們最近啊 我們還會有一個舉動 去崔氏安好像是12號要到立法會 去做一個總結吧 反正他做了10年了 他怎麼也要一個總結 那我們也要來一個總結 我們講總結是什麼呢 牆內譴責這個崔政府 他把我們的習主席的話 把我們李克強總理的話 當耳邊風 是吧 我們習主席說的什麼呢 人民對生活的嚮往 是執政者的一個奮鬥目標 那我們要改善我們的生活 我們去買保利達 批地段的這個海一居的豪宅 這個也是提升我們的生活指數 對不對啊 那這個是我們主席的一些管制理念 那李克強總理說的 新冠不要不令救账 還有就是說不要把合約當廢紙 這個都是我們國家領導人說的 這個就是這個至於 現在最近這個十九大 那個十九屆那個 市中全會都說了 要這個管理體系啊 要做好這個能力啊 這個科學這個管理體系對不對 那他這個就是管理的理念 那你領導人說的 你又不執行 又沒有領會 對不對 那每次上北京來的就是 我們要拿我們澳門的所長 給那個國家的手續 是吧 你這個全部都是在說一種可好 是吧 你都沒有把領導人的一些 一些說話 是吧 一些精神傳達出來 是吧 我們追求了一些生活 提高我們的生活指數 指數 就是我們的 是我們應該的吧 我們也是靠我們的雙手 我們的努力 來提升我們的生活 不過我都想問你 中聯辦 你跟他接觸了這麼多次啊 就算有些東西屬於澳門自我範圍 但是有沒有 從來有沒有 向你們表達過關心你們 中聯辦其實呢 他應該 他中聯辦沒有關心我們 他關心的是 我們怎麼維穩 每次見我們的時候 都想說你們這班 你要相信特區政府啊 特區政府肯定會怎麼怎麼 其實我們是相信特區政府啊 但是最終他沒有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啊 現在 被逼我們接受這個所謂自辦房 是單一的條件 如果說你可以給我們選擇 按合法手續 收樓的話 我們全部都是填合法手續 誰會填你的自辦房呢 對不對 買三套買五套的 怎麼也會填一套 也不會的嘛 對不對 應該你三千多套要全部覆蓋三千多套 是吧 還有你中聯辦 你現在就是要為我們以前 你的前主任這個李剛 主任 說的他以前 海域居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 他在百萬刑的時候 說過 他說 特區政府怎麼解決這個海域居問題 都不會傷害到海域居三千多戶 就是每一個人的利益 損害到他們的利益 那現在已經損害到 對啊 你現在自辦房 沒有圖子 沒有質量 什麼都沒有 這個也是 吹政府的一個 緩兵之計 是吧 那你現在 整個澳門都是一個騙局 是吧 怎麼行呢 你這個不能這樣做的 對不對 現在一直在吹這個大灣區 是吧 最近國家又推了一些優惠政策 那你澳門 你怎麼弄呢 你首先把自己搞好 有一個誠信 你這個政府對不對 你一點誠信都沒有 你當我們兒子來這樣玩 是吧 耍了我們 耍了四五年了 還是這麼的耍 但是我們接下來 是希望我們第五屆的 特區政府啊 特別是我們 那個 賀宜城這個 特首啊 可以 怎麼來 妥善的解決我們這個問題 是吧 幫這個崔勢安插評 是吧 我們希望是這樣 還有 我們一個 這個 特區 我們這個 基本法規定 澳門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行政區 什麼叫行政區 就行政解決問題 你一定 現在把 澳門這個 司法界 是吧 法院 什麼 搞得亂七八糟 搞得通通 全部都在告來告去 搞得亂七八糟 搞得這個司法界 互相 針對 是吧 有的 這邊人 就針對另外一邊人 搞得 那個 法官啊 等等啊 這些 司法界的人都 壓力很大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你這個 政府無人 就是說 不用行政手段 去解決一些問題 老是要 推給法院來解決 那法院解決你 就是沒有擔當 就是說有人要幫你背書 你才會做 如果中聯辦沒有特別關心到你們的話 韓正副總理是 完全不知道你們那一回事的 所以 你們的聲音 去不到他那裡 那 我們的聲音呢 剛才為什麼 我要說普通話呢 就是國內來的很重要的人物 是吧 那在回歸 我們那個 那個 習主席也會過來 來 來 這個慶祝我們 澳門回歸主國二十周年 是吧 但是 剛好也碰到我們這個 每年三次的遊行 那 這個 這個點上呢 又是很 大家都 很尷尬 是吧 那麼 我們已經定下來了一些 必須遊行的一些 日期 那碰到這個 要怎麼折衷來 調整一下 這個我們可以商量 大家都可以商量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不是想搞亂澳門 是吧 這個我們 可以聲明 是吧 但是至於說 有些人 不關心我們是他們沒有擔當 包括現在來的 副主任 這個 傅智英主任 來了一年 應該有一年多了嘛 他見也沒有見過我們 說也沒有說一聲什麼 關心的話 是吧 所以 中聯辦在澳門一個監察單位呢 應該也是要負其一定的責任 對不對 你對一些 那現在澳門沒什麼遊行 沒有什麼示威 只有海域居 這個事情 基本上都很和諧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妥善地把我們的海域 這個事件呢 圓滿地解決掉的話 我相信澳門將來 會更加繁榮穩定 因為我們 海域居這三千多戶 有很多都是中產階級的 他們也是很多 也是有政治地位的 只不過他們 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你不敢跑出來說話 我想你都不想生事的 對啊 他們這班人 那如果說你把姊姊 大家都已經 這個 就是廣東話說的那條氣 順了 那都好啊 你現在就算 你給他自放房 我買的是豪宅 你給他自放房 你都已經侵犯他的利益了 就是調棄不信 對啊 那你已經是侵犯他的利益 你說他怎麼會爽呢 他肯定不爽的 但是他不會表現出來 但是他放在心裡面 那 不知道哪一天你要碰到 他會對社會 會產生一些什麼反應呢 對不對 在這個 這個 統戰各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反彈呢 這個都很多 很多 存在有 有很多 那個 那個 不可股量的一些 一些 因素在裡面 原因 是吧 因素在裡面 最近 習近平主席 都回信給澳門一班 有個長者 關心他們 其實你們那件事 比長者 那種情況 更加緊張 長者 在澳門來說 算是環境不錯 對吧 所以我覺得 主席 應該都關心你們 才對的 對啊 那個主席應該 他可能我們這些人不夠老 是吧 所以他不夠關心我們 但是我們 認為呢 海一區這個事件呢 是目前 就是前所未有的澳門 開副以來的最大的一個人禍案件 是吧 就是崔政府這個 親手搞出來的一個 一個 這個事件 是吧 他2009年上台 我們 海一區這些業主呢 是2011年買的樓花 他搞一個什麽 13年14年 搞一些什麽 努花法 什麽新土地法 這些 明目就是說 要保障這些人的權益 其實就害了我們 沒有把我們 他沒有 沒有一些法律精神 就是說 法不可追溯 那個以前的一些事情 是吧 初期我聽你說 都是對澳門特區政府有信心 都相信 對啊 那你說 你說 2014年8月份 政府還跟保利大開發商 簽一個所謂的投降書 投降書呢 就是說 在2015年的 這十一月 這麽的十六個月 就可以蓋完 18棟 50層高的 還有那個大型的 那個十萬平方的 一個大型商場 還有停車場 你說 用什麽來蓋 用手畫都畫不 我記得 你說一件事 就是 在2015年 10月7日 行政法務司 陳凱帆司長 說 如果 政府贏了官司 收回我們 鏡頭 你是支持他 所以 你當時 上一集 你跟我說 你希望 這個法務司 還要不要陳凱帆做 那我現在 我正式回答給你 我真的不希望他做 最好是回家去抱孫子 這個位置給誰呢 做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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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歐灣利爾做是最好 對不對 他都很識議 因為他是一個資深的大律師 一個 立法會做了很多年的演員 他還是土生 土生意味著中埔聯合的一種友好關係 對不對 也體現這個 我們也尊重這個 那個 普及的這些人 對 將來 對我們這個 一帶一路 這個路上 有很多是普及國家的 是吧 那麼 這個也是很好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 這班人應該把它換掉 是吧 什麼 市長 局長都把它換掉 對啊 就是你們這班亂七八糟搞啊 搞出來真正是你們搞的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想一想 是吧 所以 既然羅納敏 都可以做了一屆公務運輸司司長 我覺得歐安尼 如果能夠做行政法務司司長 對啊 我認為這就是歐安尼做的最適合 因為他現在還年輕 對不對 他對法律又通 是吧 普國法律也通 中國法律也通 是吧 澳門本地法律也通 哪裏有像這班呢 那你對比陳凱帆 你會不會覺得歐安尼一定做得好些 女人做什麼都不比男人好 我跟你說 是吧 千萬不要去搞女人 是吧 女人不要給他當什麼主要官員 你總共怕不怕觸犯了歧視呢 起什麼事 我們現在已經給人家歧視了 我男人給女人歧視了 我怕什麼歧視啊 對不對 所以 他這個沒有資格 做官他沒有 首先沒有官德 亂七八糟搞你不行 你知道嗎 他現在搞起來好像 沾沾之死 哇 我好厲害 好威 你現在真的是 把這個 特區政府已經把它 這個名聲名義 搞到少地了 真的 是吧 下一次這個事件 不應該是這樣弄的 是吧 我們是合法 合情合理 不是 有探討 假如不是由歐安尼 去做這個行政法務司司長 如果他做廉政專員 你又覺得行不行 反正有良心的做什麼都沒問題 是不是 沒良心的 你什麼給他做也是白費 是吧 所以說這幫人 你們自己要反省一下 你們做了這麼多人 到底幹了一些什麼好事 自己想一想 是吧 我們主席說 巨頭三十有神明 你們自己想一想 現在什麼還沒宣佈 那你覺得 如果馮文莊做法務司司長 又行不行 也可以啊 反正這幫有良心的人 他可以按照法律來做 不是偏幫哪一幫人 都OK的 就不要說 你這幫人有既定的一個立場 想誰把他搞死 比如說他開始想把開發商把他搞死 叫我們去把他怎麼搞死 喂 他是欠我們的錢 欠我們的東西 我把他搞死 誰來保障我們呢 最後呢 原本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先生 就來就會做行政長官了 你對他有什麼期望 請你講一下 我們這個尊敬的 賀一誠特首 比如這個行政長官賀特首 行政長官 澳門這個行政長官 是由雙首長的一個權利 其實在澳門 就是在一國的底下 兩制的話 你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我認為海域區這個事件呢 可以用行政的手法來解決問題 是吧 不應該什麼都要弄給法律 搞來搞去搞得這麼煩 是吧 既然是一個行政特區 那就用行政手法來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又快又好 是吧 那希望你這個可以 到時可以順利 我們澳門將來的 六十多萬市民啊 福祉是拜託給你的 謝謝你 海域也拜託你 謝謝 我都希望有新的國民 多謝高先生 好 多謝